孟或许真的很铁 但他的精神属性 积极防守每球必争 不到最后一刻 绝不放弃的态度 绝对是值得点赞的 SWIM状态不加时 他会默默鼓励 SWIM越打越好时 他会放肆庆祝 对阵周凯恒大比分落后 依然保持自己的打法和节奏 最终成功逆转 这样的球员 确实值得被喜欢 来看看孟这场百分大战的个人积极 选择了中距离出球 逆中 阿强孟还是选择了三分 有了 再看这边孟拖下拉回来 然后打两段 对 没打净 依族斯坦布 还选择了三分出球 逆中 阿强孟先走左边进去 点飞 转身过来打净 接近 两分三分再起 中了 好球 有十个人可以中奖 两分斯坦布过去之后 阿强孟选择了三分出球 逆中 周卡红走右边 C波过得不错 这两张截图到咱们的 在狐狸三分继续尝试 又有了 向孟宽 换到右边 再来一个 有点偷开的意思 然后再左侧再来 直接落球 而选择了三分 直接出球 密中 好 再看孟 把下拉回 然后靠手放进去 打身体 然后单手给他轮进去 关下 然后边向换右边 打这球 直接被孟 引击手快 切了再来 连球连续 跨下起来 这球三分出球 十个人 每个人一K 连球刚好怎么到 艾奇选择了三分出球 中了 连球一步加速进去 第一手上进 连球就刚好来进锅 刺激 现在正在推广这个手锅 连球 再来三分出球 命中 连球们 附带还用5分30秒 咱们 连球 再走上四分 就来一下 终于有了 连球 连球 选择了左边 直接外面突破 后手拉过来 直接起 打中 然后连球的话 也是落球 五顶三分 再来 要挂下 那个 无意 阿翔木 选择了直接 往里面突破 转身 换到左边 顶上 然后右边 抢起 进了 阿翔木 还是选择三分 出球 连球 阿翔木 接下来 Kosovo 进去 鸡亭 跳动 出球 连球 1K的一个大西瓜 1000 选择了 选择了 三分 再来 有了 96比93 对于莫奈说 现在他需要7分 去终结这个比赛 那现在来看一下 他的3分如何 有了 99比96 99比96 小顺一遍 成为了关键形成 要在往里面 请低收上篮 找方规 一把命中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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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马转 准备 哪一家的小说 准备 开始转动 现在又一个人到 莫奈这边来进攻 到底谁是主角 谁是反败 故事最后 谁能锁到最后 来看搜到 进去莫奈之间 抢起 准备 恭喜莫奈 recruiter 广告 反刹 周睐 充公 莫奈 必然忑到 67分 莫奈的 这个 8分 第三的 6分 今次 2分 这是 组